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看纳红书 第一节 论尼尼维的末世 这里提到神对尼尼维的一些做法 可是你看到 一直到第七节所讲的 通通都是耶和华 任何的末世 任何的道理 任何事情 都应该让我们更认识上帝 包括论到尼尼维的末世 重点还不是尼尼维 重点仍然是耶和华 那么第二节 耶和华是忌邪施暴的神 我们常常记得 耶和华是怜悯慈爱的神 我们常常听到 也知道 也是正确的 圣经告诉我们 他何等的怜悯 何等的有能力 但是他也是忌邪施暴的 忌邪就是嫉妒 不是一个坏的意思 用在耶和华身上 是指着他坚持真理 什么叫坚持真理 就是他不容许罪恶 尤其不容许 任何的人 把其他的受造物 等于上帝 所以他是嫉妒的 他的嫉妒 他的忌邪是对我们好的 只有他是真神 只有他是我们的父 只有他是拯救者 只有他是管理者 只有他是创造者 当我们没有把 当得的荣耀给他的时候 我们远离他的时候 我们就有各样的罪恶 各样不逃足喜悦的事 他怜悯我们 不是马上报应 但是他会施暴的 他会很公平的报应的 那么 耶和华施暴 大有愤怒 向他的敌人施暴 向他的仇敌怀怒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罗马书 福音是要救你的 这是一个好消息 但前面有个前提 你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 你是一个在非常凄惨 可怜可怕 还不只是你在魔鬼手中 在罪恶手中 在死亡手中 在世界的手下 你在上帝的愤怒之下 上帝的愤怒 我们也很少讲 可是圣经很多 包括新约和旧约 神的愤怒 藏在那些不前不义的人身上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讲神的爱 但在那一章里面同样讲 信子的有永生 不信子的没有永生 神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 我们像这个世代的人 像我们自己常常传扬福音 提醒我们 神是多么爱我们 那也提醒我们 如果你不在神的爱里面 你在罪恶过犯中 他会发怒的 他迟早会发怒的 他一直不发怒 忍怒不发 不是他忘记了 是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 耶和华不轻易发怒 大有能力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这句话很奇怪 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我们都有罪 但是他以我们为无罪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当然是他的救恩 我们都知道 主耶稣的代赎 使我们不必承受上帝的震怒 他帮我们承受了 我们能够得到 我们不配得到赏赐 耶稣为我们赢得了 他趁旋风和暴风而来 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 他斥着海 使海干了 这是指着 红海在以色列面前分开的事 圣经常常说 红海的分开 是上帝的斥责 上帝斥责 不要拦住我的百姓 那个红海就干了 他斥着海 使海干了 使一切江河干河 这是指着 以色列过约旦河 约旦河也在 上帝的选民面前分开了 但是这当然也是指着 历史历代 包括将来到末期的时候 会有的灾难 那么这里的灾难 刚才讲到海 讲到河 下面讲到树林花草都衰残了 第五节 大山因他震动 小山也都消化 大地在他面前凸起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 他发怒 即使在他发怒中 也提醒他的百姓 第七节上半句 耶和华本为善 在患难的日子 为人的宝藏 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 感谢主 在患难的日子 我们投靠我们的主 但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是向来投靠主的人 我们向来是他的儿女 所以在投靠他的时候 他会为我们开门 他会说认得我们 哎呦各位 不要像那个鱼卓的童女 是去等候新郎 等到那么晚 只是忽略了一件事 灯里没有预备油 等到了 主啊给我们开门 我不认识你们 各位 求主帮助我们 总是带着敬前的心 圣灵给我们的爱 到主的面前来 以至于我们在服事主的时候 主都认识我们 我们也认识主 不要做得那么辛辛苦苦的 主说我不认识你 在患难的日子 为人的宝藏 并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 我们生活中 真的认得我们的神 敬畏我们的神 天天都在他的恩典中 侍奉享受他 讲了这么多 神有恩典 对你因为有恩典 对你我有恩典 神有慈爱 对大家都是 神也有愤怒 他必以仗义的洪水 淹没你你为 又驱逐仇敌 进入黑暗 驱逐仇敌 可千万不要成为 耶和华的仇敌 可千万不要让 耶和华成为我们的仇敌 以赛亚书63章第9节 他们就是神的儿女 在一切苦难中 他也同受苦难 并且他面前的使者 拯救他们 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 在古时的日子 常宝宝他们 怀揣他们 他们就是我们 他们就是历世历代 所有上帝的儿女 神让我们在苦难中 有他做我们的宝藏 这里描述他是母亲一样 宝宝怀差他们 第10节 他们竟悖逆 使主的圣灵担忧 转做他们的仇敌 亲自攻击他们 千万不要让我们的上帝 转做我们的仇敌 这是对以色列人说的 跟尼尼维人有什么关系呢 尼尼维人 一样是上帝所眷顾的 一样是上帝所造的 一样是上帝非常恩待的 在创世纪第10章 就提到尼尼维 创世纪第10章第8节 古时又生宁禄 宁禄是世上英雄之首 他在耶和华面前 是个英勇的猎户 所以俗语说 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 是英勇的猎户 世界上远离上帝的人 常常是因为他太英勇了 他太优秀了 他太聪明了 他太能干了 他太美丽了 有钱的人进入神的国 何等的难啊 把这句话稍微更改一下也对 有学问的人 要进入神的国何等的难啊 漂亮的人进入神的国 何等的难啊 优秀的人进入神的国 何等的难啊 各位有钱有势 漂亮聪明都很好 那是上帝的恩典 但是这些东西 成为我们的偶像就很不好 而各位弟兄姐妹 你知道美丽多么容易成为你的偶像 金钱多么容易成为我们羡慕 我们抹拜的对象 他建认为我们的偶像是宝贵的 宝贵的恩典 宝贵的恩典 信念一般大红书 Ey They永不仅就是臣 尼尼尼尾就是那大臣 Mega City 很大 很伟大 回到那红书 尼尼维人啊 为何赦谋攻击耶和华呢 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 尼尼维是一个大臣 尼尼维后来是大帝国 亚述帝国的金城 尼尼维臣 在《创世纪》里所讲的 我们非常的陌生 但在约拿书讲的 我们就很熟悉了 这个尼尼维臣 神要毁灭他 叫约拿去警告他们 约拿本来不愿意去 因为他怕警告他们了以后 他们悔改了神就赦免他们 约拿非常希望他们不被赦免 因为是仇敌嘛 后来约拿还是去了 尼尼维臣听了约拿的讲道 就悔改了 耶和华就不降所说的灾 约拿就很生气 约拿看到没有降灾 他就坐在城外面的山上 要看那个城如何 约拿很聪明 约拿知道尼尼维臣 听了他讲道 悔改了 神不降灾了 过了四十天没有灾难 这不表示尼尼维 就永远这样 他很聪明 按照他做先知的经验 按照他做人的经验 他都知道 人很难过两三天好日子 所谓好日子就是规矩的生活 我们基督徒很难过两三天 尽全的生活 通常什么退休会啊 或者特别的裴灵会以后 我们很受感动 痛哭流涕 以后要重新做人了 每年都重新做人 后来也不想重新做人了 刚开始很感动 可能约拿有这样的经验嘛 刚开始很感动 能持续几天呢 所以他就坐在山上看 他想你以为还是会 可能会固态父母 可能悔改了几天以后 又犯罪了 惹上帝的愤怒 那天火晚几天降下来 看到的还是很过瘾 就耶和华说 哎呦这个城里的人 我还是眷顾的 有这么多的牛羊 还有那么多孩子 我怎么能不顾习呢 然后就没有答案了 约拿书就结束了 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约拿有没有下山 应该下山了 后来泥泥围城的人 有没有继续的悔改 还是约拿的预料成真了 他又背逆了 跟约拿书有点相像的 是浪子的比喻 浪子回到家里 父亲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 成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一个故宫吧 哎呀你是我的好儿子 不是故宫 父亲对大儿子讲 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 是死而复得的 所以我们礼当欢喜快乐 让我们快乐吧 我们失去的现在有了 回来了 大儿子进去没有 圣经上没有写 我觉得更重要的 小儿子有没有回家以后 过几天皮又痒了 哎呀 这家里实在是无聊 我上次出去 吃那个猪吃的豆芽 都没人给我的时候 是很凄惨 不过那个 大笔大笔花钱的时候 也是很愉快的 他有没有过几天皮又痒了 又出去了 想我出去了 这次谨慎一点 我出去了 就算不谨慎 什么东西都花光了 回来 老爸还是会接待我的 我不知道 各位上帝对我们的赦免 对我们恩典 对我们真有七十个七次 原谅 饶恕 有没有让我们 对罪恶更恨恶 对上帝更渴慕呢 我不晓得 显然泥泥为尘 没有多久 就固态覆 就又狂妄了 又骄傲了 又自大了 又涉恶迹攻击耶和华了 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 您因为虽然势力充足 人数繁多 也被减除 归于无有 好像历史历代 在政治上是如此 起码单一礼书是这样讲的 这世界有些民族 有些人比较优秀 脱颖而出 这不是坏事 但是脱颖而出 优秀 不管是公司 是国家 是学校 是团体 是党派 有势力了 总难免自大 总难免 目中无人 目中也没有神 包括教会 包括基督徒 我们有成就了 难免把起初代丢掉了 我们有成就了 难免不骄傲 不自大 您以为自大 您以为狂妄 那么 自大狂妄 在约拿以后的 猎王记下十八章 亚述王基拉西尼 上来攻击犹大的 一切坚固城 他的一个将军 拉伯沙基 在包围耶路撒冷的时候 对西西家王这样说 我主差遣我来 这是猎王记下十八章 二十七节 岂丹是对你的主说这些话吗 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 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的粪 喝自己尿的人说话吗 亚述的将军 狂妄得不得了 亚述的将军 嘴狠狂妄 把人家包围 把人家欺负 羞辱 然后神对 亚述的将军说 我会消灭你 我会把你彻底的消灭 后来亚述 尼尼维都碰到很大的打击 最后是亡了 但是 神还是给他们很长一段时间 等他们悔改 不悔改 因为太强大了 他们狂妄 而且残忍 所有的军队 所有的战争 都是杀人的 所以是残忍的 但是还是有一些差别 波斯的军队 就比较好 亚历山大军队也比较好 战场上得胜了以后 就不再杀人了 亚述的军队 毁灭尽进 这是圣经上讲的 他们神气 纳红书第二章第三节 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 精兵都穿珠红衣服 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 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 薄木把的枪也轮起来了 他们强大 当他们强大 得胜之后 在恰当的日子 神也给他们灭亡 他们真是灭顶了 在第二章第六节 河渣开放 宫殿充没 王后蒙羞 被人掳去 宫女垂凶 哀鸣如歌 此乃命定之事 尼尼韦自古以来充满人民 如同聚水的池子 现在居民都淘宝 你看到尼尼韦的王 你看到那些描述 你看到巴比伦的王 你看到耶路撒冷的王 这些大臣的王 我自己印象最深的 是金斯坦金宝的陷落 1453年 东罗马帝国的首都 一个自称永远不会被打下来的神 在回教徒的包围之下 炮火的攻击之下 毁掉了 他们自负很强大 他们自负 他们是基督徒 攻击他们的是异教徒 神会保护我们的 以前耶路撒冷也这样想过 神会保护他的殿 神怎么会用异教徒来践踏他的殿呢 金斯坦金宝的人也是这样相信的 可是回教徒的军队攻进来了 有些人躲到那个 神索菲亚大教堂 在那里祷告 有些人还发预言 在最危险的时候 神会派多少天使天君 把他们这些异教徒都消灭 没有 反而是整个千年的古都被蹂躏 奸淫掳掠掠 那个英国的史家 Edward Gibbon写了 罗马帝国衰亡史 他写得很生动 他还去看过这个遗址 他说实在是很难想象 在这块土地上流的血是多少 第三章的第一节 祸在这流人血的城 充满谎诈和强暴 抢夺的事总不止息 本来在这个世界 有两座城 这是奥古斯丁讲 有两座城 一座城是该隐所建的 是世上的城 一座城是基督所建的 是上帝的城 这两座城 在这个世界并存 一直到世界的末了 两座城 有两种人组成 有两种爱组成 一个城 世界的城 人的城 是由爱自己的人组成的 这个城的人 都爱世界爱自己 以至于不爱上帝 另外一个城的人 是爱上帝的人组成的 爱上帝 以至于不爱自己 两座城一起成长 两座城甚至混在一起成长 在世界的城里 有存到永远的上帝的城 上帝的国度 爱上帝到底 但是就历史的眼光来看 有的时候 耶路撒冷会变成巴比伦 有的时候 礼拜堂会变成庙宇 有的时候 神的殿会变成贼窝 我们不要去想到大的 我们想到我们自己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电 在我们的身体上 是充满了美善 还是邪恶呢 是美善中有更多的谦卑 还是美善中就开始产生骄傲了 以赛亚书有描述 巴比伦或者可能是撒旦 明亮之心 早晨之子啊 你是多么华贵 尊贵 荣耀 上帝造你 把你造得多么美丽 后来 你骄傲 自大 尼尼围城 自大 骄傲 这个城流了许多的血 充满谎诈和强暴 教会里面 耶路撒冷城 有没有更好一点呢 尼尼围城 推罗西顿 巴比伦 这些伟大的城 我不知道你去过哪些伟大的城 你去过哪些名城市 巴黎 伦敦 纽约 北京 我去过西安 去过那个好辉煌的那个城墙 实在很可看 在那个辉煌的城墙上 我能想象 尼布甲尼萨 哇 这大巴比伦城 是我建的 是要宣扬我的名 像建造巴别塔人一样 我们来建造一座塔 塔顶通天 好传扬我们的名 各位我们的名 要在主那里被纪念 在主那里被珍惜 那就好了 我们自己不必纪念 如果我们不依靠上帝 我们强壮 我们越来越强壮 越来越强大 有一天 耶和华会毁灭这个城 你知道耶路撒冷的特点吗 我们去耶路撒冷 去圣地 我们去哭 我们看耶稣所走过的 我们感谢主 那的确是圣地 耶稣曾在那里 还有圣经的人物在那里 我们很感触 但是耶路撒冷的城 在耶稣的嘴中 是一个以杀先知著名的城 耶路撒冷是一个上帝 不断呼唤他 他不回来的城 耶路撒冷城的邪恶 上帝说 所多玛不到你的一半 撒玛利亚 没有你那么邪恶 各位我们认识上帝的恩典 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 求主保守我们 继续谦卑地 柔和地 顺从上帝 继续坚定地 勇敢地 宣扬主的道 不要因为自己的强大 自己的优秀 就跟神远离了 第三章第五节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与你为敌 我必揭起你的衣精 蒙在你脸上 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 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 我必将可证污秽之物 抛在你身上 辱莫你为众目所观 凡看见你的 都必逃跑离开你说 你你为荒凉了 有谁为你悲伤呢 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 我不知道约拿这个时候 在天上看到这一幕 他满意不满意 他满意 就会被丢下去一起烧掉了 我们不喜欢恶人死亡 因为我们的主不喜欢恶人死亡 你你为再强大 比挪亚门强大吗 我们不知道挪亚门 挪亚门是埃及的首都 很强大 周围有水 海做他的壕沟 做他的城墙 我刚刚说的金石坦丁堡 一样 不能被攻下的 坚固的 各位 只有上帝是我们千古宝藏 只有上帝是我们永远的福分 我们不要自大 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 那个悲惨 那个结果 是可怕的 十三节 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 你国中的关口 向仇敌敞开 你门栓被火焚烧 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一个城 最后被吞吃 亚述王啊 你的牧人睡觉 你的贵族安邪十八节 你的人民散在山间 无人遭拒 你的损伤无法医治 你的伤痕极其重大 凡听你信息的 都必因此向你拍掌 你所行的恶 谁没有时常遭遇呢 所以这话不是跟亚述讲的 这话是跟我们每个人讲的 你所行的恶 有谁没有时常遭遇呢 你所得到的报应 也是一直都有的 求主帮助我们谦卑 求主帮助我们持守信仰 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大臣 是荣耀上帝的 不是荣耀自己的 我们祷告